台股 哈嘍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集診市 我是柴茵 今天請到輪員投股 陳學靜 陳老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好 要是透一句韓總說的話 老鼠拖鞋 大的在後頭 你看現在郭董都要出來選總統了 是否台股更精彩的還在後頭呢 好的沒有問題 那我想最近大家都很關心 就是指數從9319點 那反彈到今天再創新高 已經大漲1758點了 那大漲1700多點之後 後面還會不會漲 那特別是隨著郭董表態參選 那後市是不是大的還在後頭 那雖然短線在創新高之後 那短線不排除會有震盪 不過後市行情我把它定調為 CEO總裁的大行情 才剛剛開始熱身 為什麼我這麼說 第一個我們從技術面的一個角度來看 你可以看到這張的一個圖表 你也可以看到 那裡面最重要是什麼 他已經回補掉去年第一道的缺口 而且創了去年9月 就是11073的一個高點 那他創這個高點代表什麼含義 第一個就是什麼 代表整個的一個中多的一個結構改變 因為他竟然能夠回補缺口 然後創新高 也代表說以後如果說任何有拉回的一個話 那都會是一個非常棒的好機會 是 那麼第二個我們可以看到下一張 那麼最近比較有利的一個題材 包括什麼 就是蘋果跟高通 的一個世紀大和解 那世紀大和解 那也為了未來的一個5G的一個iPhone 那麼在明年可望問世 相關的一個瓶蓋股 今年的一個春天也可望提前到來 那對於相關的一個瓶蓋股 我覺得這一波來說的話 大家倒是可以留意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 玉清光都已經飆漲了多少 已經飆漲非常大了 你可以看到 這也是瓶蓋股的台表科 這波標漲都已經超過六成了 我們再看下一檔 那甚至包含戰爭模組 這波標也更兇 已經都超過一倍了 再來看下一檔 那包括的一個銅箔基板 那這也是跟AI5G 還有瓶蓋股相關的一個個股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波也都標漲超過一倍 再來看到玉清光更猛 那這一波標漲超過兩倍 當然這些的一個股票 他都已經率先的一個標漲上來 當然有些對於一些漲幅 一大的一個股票 我也並不建議大家過度去做追加 那畢竟漲多 有時候是風險都會逐步的一個增加 但是我想台北股票市場上 還是有很多低位階的股票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像台郡 或者是GIS業程 那這些都還在相對的一個低檔上 那如果說配合的一個整個籌碼面 或者是訊息面跟他的一個量價的一個結構 那相信未來他還有一波的一個漲勢可期 那第二個就是郭同表態的一個參選 也是大家眾所瞩目的一個議題 但是如果說 我們可以回顧在美國的一個總統川普 那川普當時候 他也是要代表共和黨來做一個參選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張的一個圖卡 他是道琼工業指數 當時候歐巴馬時代先大漲 1萬1881點 那很多人認為說漲多了 那漲多了很多人會怕說 這個行情是不是會拉回 對 那真的川普宣布要參選 那真的是有稍微壓下來一點 但是壓下來過程當中你可以看到 隨著一個總統的一個行情開始起跑 那股價指數也開始加溫 那到後來的一個川普的一個繼任 那宣布一連串的一個 減稅的一個利多的一個政策化 你可以看到後面從1萬5千多點 再飆漲來到2萬6千900多點 這波飆漲再大漲多少 再大漲1萬1581點 我們再看下一檔 包括NASDAQ的指數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到歐巴馬時代 先大漲3900多點 然後隨著進入川普的一個時代 也大漲了多少 3924點 再看到下一檔 那譬如說會犯指數也是一樣 在歐巴馬時代先大漲584點 來到了一個川普 進入川普時代的時候更猛 大漲了1033點 那我們再看下一檔 那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現在的一個台股 雖然從年初到現在已經大漲了1758點 但是很多人可能會認為說 哇大漲是不是說來到前高 那後面大家很擔心說 這個行情會不會說整個的一個 反轉的一個這樣 的一個分裂下來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並不會 那為什麼不會 除了我們可以看到郭董表態參選之外 那包括隨著一個半導體景氣的回溫 那預期第二季 渴望比第一季好 第三季還會比第二季還要更好 那第四季也會比第三季還要好 所以整個的一個景氣後面是 好上加好 足跡的一個網上的一個做成長 那包括的一個美中的一個貿易的一個 談判進展樂觀 那預期在5月底可能川崎會又會開始見面 那也渴望簽署一個和諧的一個協議 包括的一個全球的央行 不論是美國聯準會 還有ECM的一個央行 那都是在 處在一個相對的一個寬鬆 那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 不論是從經濟面 資金面 籌碼面 訊息面 甚至技術面 都處在相對有利的一個條件之下 那我個人覺得 大漲1700多點之後 maybe短線會稍微震盪整理一下 但是震盪整理 無妨 因為震盪整理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那甚至不排除 今年的一個到年底之前 甚至不排除 有機會不僅挑戰12000點 甚至過去歷年的高點12682點 我都認為說有機會再去做突破 所以我覺得說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既然 整個的一個中多的一個架構 那後市行情精采核心 那我覺得大家應該可以 好好把握了 留意一下 對 如果說第一波錯過了 如果後面再大漲一波的話 那如果說再錯過了 那真的會成功 那就如同股神巴菲特所說的 他說大好機會並不常出現 但是 事單機會出現的時候 一定要 要抓住機會 要集中火力 中間出擊 才能夠 取得 決定性的一個勝利 那麼怎麼樣來取得 決定性的一個勝利呢 那因為節目時間關係 那老師也會在 我們的一個9 enter 那如果說有一些比較 低基期還蠻不錯的一個股票 那我也透過我的一個專業跟經驗 那我會提出我的一個見解 那跟大家 一起來做分享 那謝謝大家 感謝陳老師精彩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個股的資訊 及選股策略的話 一定要加入老師的Light 也持續收看財經紀人士 下次見拜拜 拜拜